作词 文字幕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我是Miss Lo Lo 同学生在疫情期间 你在家里做什么呢? 打机? 睡觉? 除了时代的转变 学习形态都和以前不同了 我們越來越強調,學生需要在學習歷程上擔當主導的角色 而老師的角色就由以往純粹的傳授者轉化成為學習的促進者 在學生的學習過程中,扶起建立興趣,有道投入,提供支援和深化學習的功能 我們今集的嘉賓就是3A班的陳柏妍同學 韓彥是3A班的DT科科長 雖然暫停面術課堂,不方便 fully done 但韓彥對於科技學習有停止過 而最重要是韓彥透過自己去探索,做了好多產品 例如,刀仔,萬物人物和自己設計的電話阻 事不宜遲,不如我們和韓彥談談 我們先看看 好 柏妍你是不是至少已經對科技有興趣了 是啊 記得我在小時候 經常在電視上看動漫 有什麼超人 機械人打鬥畫面 還有很經典的 Iron Man的電影 都是我的童年非常喜歡的東西 都是很多小朋友喜歡的東西 對 很少會買周邊的玩具產品給我玩 所以媽媽買玩具給你了 那怎麼辦 所以那時候我決定 既然不買 不如我自己弄出來 我自己弄 那你怎麼弄 直接拿出A4字出來 之後用膠紙貼起來 就是弄立體 對 就這樣弄立體的東西出來 起初做起來也不太順 只不過做起來越來越上手 那我發覺可以上網看看人 是怎樣弄 是這樣的 對嗎 那我弄了多一次 我就發覺這些東西 可以用到我的產品 在裡面 那之後呢 那我在科技方面 我就覺得 對我越來越有用 哦 就開始慢慢地 陪影到對科技的興趣了 是啊 那之前呢 暫停了面售課堂 那你有沒有繼續研究工作呢 這一點是當然 但其實一開始 我也想不到要做什麼 不過突然有一天 上網看到別人說 自己弄了一個搖晃飛機出來 是啊 我記得你發了一個訊息給我看 是啊 我發了一個給你看 我那時候就很大膽 我立刻要買了所有材料 下來製造一架 我自己的飛機出來 是 大家看到現在這段片 就是當時他試驗遙控飛機 就是他發了一段片給我看 然後呢 然後呢 我看上去是很簡單的 嗯 但是在手上弄下去 才發現他其實 一點都不簡單 是 因為其實你當初 你是不是一次就成功 是嗎 好像我當初 我只找到很多東西 都要用衣服 做那個時候 還沒有達到理想效果 例如 駕駛飛機 是那些尾巴塗的位置 對 說真的 我們是 有時候會駁到一些生氣的 發現呢 家裡很甜蜜 爸爸是和他一起玩樂 一起研究 怎樣製造遙控飛機 然後 最後是 試了多少次 因為我看到你呢 最初試飛是不成功 大約試了多少次才成功 成功起飛 一開始 我扔上去 他已經飛了一陣子 但是 他不知道什麼原因 可能太重 可能我操作太遠 對 就是 在半空上 又掉下來了 然後 第二架 就 不可能太重 就是 本來的飛機 就變成跑車 就這樣一向前走 就這樣一向前走 跑車 那些材料 就是 你很難找 是不是應該要 買個3D PINTA回來 是打取的 哦 你是因為玩過遙控飛機 而引發到 你就索性玩 買一部3D PINTA回來 索性買回來 對 就玩另一件事 就是試試打印零件 對 從遙控飛機 又引發到另一種興趣 對 他就 他就開始 自己自我3D PINTA 對 就是拼好 為何打不出來 對 我想可以說 其實拍檐當中 他是遇到很多問題 那拍檐你都一一解決了 是嗎 對 基本上都一一解決了 現在玩到越來越熟 即是越來越熟 就打了這些 小小明體小產品出來 對 大家看看 都很漂亮 例如 這些 全部他自己畫的 對 所以 就 非常之好 今集的時間 就到這裡 我們還有下集 下集就會 問一問 泰然 他未回來 用學校的3D軟件 在家裡 如何自學 用到3D打印的軟件 從而可以打印到 這麼多 這麼漂亮的產品出來 泰然我們下集見到 好嗎 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